凯书的横画,尤其是欧凯的横画, 凯书的横画有四种横画的写法, 长痕,短痕,左肩,右肩, 这些是其中的一个变化。 基本的就是,起笔,行笔,行的过程中,由重到轻, 起的时候一压一下也是重的, 然后到最后加重,收笔。 这个起笔,我们有的时候讲逆风起笔, 有的时候讲顺风,顺风起笔。 很多书家强调逆风起笔,但是欧凯不强调, 自然的缩写状态,无所谓,你想逆风就逆风, 什么意思逆风起笔? 就是,我用这个笔,笔交,我要入笔之前, 我有一个反方向这个过程, 往上下来,往左下来,都是一种地方, 比如说,我把这个起笔过程这么一张形象, 往这个方向走,开始,再下来。 这样逆风起笔的出来的效果, 这个地方的话,没那么丰润, 就是有一点圆的感觉, 这样,不是那么强调,我们不能强调, 自然状态当中,你喜欢用写的写, 你想逆风有地方, 在什么情况下,会有横笔当中有逆风的话, 一般在第二横,比如说我们写这个, 这样,三字,这个字, 或者写二字,三字, 有可能有逆风,有得讲究的人, 他这笔下来之后,在顺序来的时候, 他可能立了一下, 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, 必须要什么,必须要什么, 就自己理解, 讲欧坎的时候, 总讲的是书写的一个自然状态, 就是对自己的, 书写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上写的, 你不能是刻意去做什么东西,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是特别重点强调逆风跟顺风的方法, 这就是, 这地方结束也差不多, 结束,一般情况下有的是回笔, 这个回笔并不是什么, 必须要回笔, 直接提起来也可以, 为什么回笔呢, 因为它是, 这个地方跟下一笔连接的时候, 这个回笔是一个自然力, 我写到这笔里跟下一笔连接了, 所以它会给它回笔的过程, 所以它会给它回笔的过程, 这是树, 面对一个人不是这样的, 跟历书语一样, 历书是很明术, 真是很明术语, 这个还是往上倾斜, 对不对? 我们自己会比较分别, 一个视觉的平衡有些关系, 它就用我们的自然书写,我们是横化,从左到右。 你要是写得很平的时候,它就感觉不像往右上方写的自然。 你不信你不是,对吧? 它有一个实际的效果。 你真写平,你看起来,可能也往下倒。 反正在写的时候,随着这些大道神经,我们研究过,看起来会好,会有平空一点,会有平。 所以我们横平数字的,在海水的平一定不是简单的水平,一定不是这个概念。 是它是一个角度的,这个是横化。 横化当然在这个技术上有些变化,变种就是长短,我们说有中横有短横的就是这个过程而已。 所谓短横呢,也是这么写,看起来, 简单一点, 七笔也是这样的, 深笔也是这样的, 中间为什么变化? 因为它太短了,这个体验的平准方式都会形成出来,可能一笔压下去就会比较。 这是我们叫短横。 你说中横,你怎么看? 这两个长横之间,没有绝对在数学上的定义。 多长要长不中,叫中。 看它的变化,中间有那种粗细变化,有那种提案明显的变化,我们都把它理解成长横。 有些说上横,下横,都有一些东东东的变化。 那是你在这个字的理解当中, 那个没太大强调的必要不是特别强, 你这一边上横,下弯什么的, 也就是审美观念都在变化。 书写状态不一样,不一样。 但是, 观念是, 中间细整不出,就是变化的提案过程。 它就是广衡。 还有,我们叫做左肩。 左肩是更简单的, 我在心理过程中, 直接, 一个, 一入笔,直接的走了, 一按就走了, 就是心理的左肩。 也是一个行程过程中, 这个是一种行书写法的一个笔法。 过程中,写快。 其中间就是说, 楷书等于行书写, 行书等于楷书写。 回头发明的意思就是, 楷书等于行书写, 就不能写快400, 你不能比比像这样写的很400, 过程中有些行书的, 一些零路的东西, 这种偶断失联的东西在里面有个零路。 然后呢, 有个右肩。 其实右肩是, 横的归类, 还是提的归类, 这无所谓的。 你把它, 人家喜欢的五归类, 就是五归类吧。 但是写完之后, 这个你就不怎么做处理了。 它实际上是一个提的, 一个不完整的写法。 这种东西, 它经常会在这种情况下, 或者是个长痕, 断开了。 这是我们长痕的, 断开的, 变成这个。 这个也可能是, 你说长痕另外一个, 断开的, 一种状态, 也可以。 这就是, 横。 我们今天就讲横, 好吧, 就是, 横的字比较多, 然后, 专列到前面,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